穿過龍牙防禦來到主幹道 烏克蘭特種部隊 繼續在庫斯克州前進 強勢壓制俄軍 現場炮火密集 顯見烏軍確實有備而來 不只一路挺進工業區的建築 現在占據的土地面積 還在擴大當中 控制的聚落又增加到至少92個 另外烏克蘭也證實摧毀第三座 庫斯克州主要橋梁 還有俄軍的浮橋也被炸爛 代表夾在中間的俄軍 都要面臨被圍困的風險 不只俄羅斯境內 烏克蘭邊境蘇梅地區 也有迫擊炮部隊從遠處支援 朝庫斯克的俄軍陣地 發射一枚枚炮彈 前兩枚也確實逼近俄軍陣地 上頭無人機直擊到俄軍嚇到 連忙跑進述從掩護 庫斯克地區一間體育館內 滿滿都是臨時的睡床 短短兩個禮拜已經有十多萬邊境居民 被迫撤離到這裡 鏡頭另一邊還有許多長者 得搭乘火車安置到其他更遠的 俄羅斯南部城市 因為俄羅斯邊境狀況百出 先前遭烏克蘭無人機 擊中的羅斯托夫油草 火勢到現在還無法完全控制 現場共有十一座油槽 陷入火海 連消防員都束手無策 諷刺的事事發 當時俄羅斯總統普欽 寧可出訪亞塞拜然 軍事專家分析 普欽有可能真的還想不出辦法 烏克蘭能在邊境順利推進 歸功細膩謀劃 英國國防安全智庫皇家聯合軍事研究所研究員就點出幾個成功關鍵 從一開始的精確情報蒐集 掌握俄軍在該區的陷阱障礙物並沒有想像多後 就開始分析地理形式思考進攻路線 中間也妥善使用西方軍武和炮兵支援進一步干擾俄軍通訊 心理戰方面則是大量公布拍攝俄國村莊的路標 使敵軍心生畏懼 然而烏東的狀況卻變得危急 隨著俄羅斯宣稱奪下另一個小鎮後 也開始逼近波克羅夫斯克地區 烏克蘭下令當地有小孩的家庭都要撤離 烏東戰況焦灼 但這個週末還是會有國際領袖訪問烏克蘭 這不僅是莫迪在俄烏戰後首次造訪 也是印度和烏克蘭建交 30年以來首度有總理訪問 過去印度因為購買俄國武器和石油 一直避免譴責俄國入侵 上個月還訪問俄羅斯送暖 現在則改訪問烏克蘭 似乎是想擔任調停的角色 儘早結束戰爭 點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